台风假掰了 双北不同调 台北周三正常上班上课 玛丽亚周二傍晚暴风全出入后 被台湾风雨逐渐增强 不过由于玛丽亚一夜风雨 加上傍晚5点减弱成中台 除了新北市、宜兰县、连江县 和陶竹苗地区宣布周三停班停课外 台北和基隆地区则维持明天正常上班上课 其实早在周二上午10点 北北基、陶竹苗和宜兰等七县市地方政府 担心民众受到台风影响 就宣布下午4点后停班停课 不过这只放1 4分之1的假 也引起很多民众不满 家长还要匆匆忙忙赶去接小孩下课 就要嘛就早一点这样子 因为他这样子好像 他们就要上不上要下不下这样子 我觉得说这样我比较不方便 我已经上班才签诺了 然后他4点下课 我另外一个在比较远的地方 我去到那边已经快5点了 老师跟我说4点要接走 所以这个没办法 下午4点台北捷运各站 也瞬间涌入大批下班人潮 塞得随切不同 排队人潮只能目送列车离开 拥挤程度仿佛重回跨年当晚 捷运时排站更发生列车冒烟事故 所幸未酿成灾害 没人伤亡 高速公路和市区道路 也因为下班潮傍晚塞车 对于民众的抱怨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受访时表示 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啦 我跟你讲 那个百分之百是有北韩才有 变歌功颂的 民主国家没有办法 这个4点这也是三个县市 这才牵得到中央 因为考试院还有考试的时间 是是是 指导师长很难为啦 但夏季哲还是很难过 明天居然没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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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居然没放假